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50,通过提供建议促进自觉 虽然我们主要通过让病人承担责任 以及暴露对于决定的深层次阻抗 来帮助病人处理和决定有关的困境 但是每个治疗师也都会使用一些其他的帮助技术 有些时候我会提供建议或者建议做出特定行为 这不是要替病人做决定 而是为了动摇一种已经深深扎根的思维或者行为方式 例如,麦克尔是一位34岁的科学家 使他痛苦的是 在即将到来的旅行中 他是否应该去拜访自己的父母 在过去的几年中 每次他拜访父母都会毫无例外地和他粗暴的蓝领阶层的父亲大吵一架 因为他的父亲讨厌去机场接他 指责他为什么不自己租一辆车 他上次回家在机场就引发火爆的场面 以致他不得不缩短行程 而且走之前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 但是他想见到母亲 他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近 而且他的母亲和他一样认为 他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冷漠的守财奴 我敦促麦克去拜访父母 但是要告诉父亲说 他自己要租一辆车 对于我的建议麦克显得十分震惊 他的父亲总是在机场接他 这是他父亲的角色 如果不再需要父亲 父亲反而可能会感觉很受伤 而且为什么要 而且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呢 为什么要花钱租一次车 然后一两天都不会再用到他呢 我提醒他说 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薪水 比他父亲的两倍还多 如果他担心自己的父亲受到伤害 为什么不先和父亲通过电话 温和的商量一下呢 向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决定不租车 给我父亲打电话谈 麦克说 这不可能 我们从来不打电话 我打电话的时候 只和我妈说话 这么多规则 这么多固定的家庭规则 我边想边说 你说你希望改变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为了实现这一点 一些家庭规则可能必须要改变 在电话上面对面 或者通过信件把所有的事情 弹开会有什么危险 最后病人同意了我的劝告 以他自己的风格和角度 开始着手改变他和父亲的关系 对于家庭系统的一部分的改变 通常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在这个案例中 他的母亲取代了他的父亲 在好几周的治疗中 成为了家庭的主要问题 最后 这一点也得到了解决 家庭成员逐渐走到了一起 麦克深刻地感觉到了 他自己在创造和维持他和父亲之间的 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病人 贾里德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更新自己的绿卡 虽然我知道他在拖延背后 有着十分丰富的动力学素材 但是我们不能立刻进行处理 因为如果他不立刻行动的话 他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 不仅要放弃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职位 和一段正在迅速发展的恋爱关系 而且也不得不放弃治疗 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他进行绿卡的申请 他回答说需要 于是我们一起勾画了一个行动计划 他保证在未来的24小时内 会把他向自己过去的教授和雇主询问 可否为他写推荐性的电子邮件发给我 然后在下一次治疗的时候 也就是7天以后 他会把完整的申请材料 带到我的办公室来 这个干预足以解决绿卡危机 使得我们可以把注意力 重新转移到他的拖延的意义上来 他对于我的干预的感想 他希望我代替他做事 还有他对被观察和帮助的需要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名叫做结医的病人 他决定要和梅格分手 梅格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 他是他妻子的密友 在他妻子去世前曾经看护过他 然后又支持他度过了三年的丧偶期 他一直依靠着梅格 在此期间和他住在一起 但是当他逐渐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后 他意识到他们彼此并不适合 而且经过了一年的犹豫 他终于开了口请他搬出去 虽然他并不想让梅格做自己的妻子 但是他十分感激他 并且把他名下的一套免租金的公寓借给他住 然后他和其他女人有了一系列短期关系 也当与一个女人的关系结束 他都会因为孤独而感到痛苦 并重新回到梅格身边 直到另一个合适的女人出现 与此同时 他一直给梅格微小的暗示 也许他们最终会成为夫妻 梅格的反应是暂时搁置自己的生活 永远处于一种等待他的状态 我暗示他说 他的欺骗行为不仅让梅格在生活中停滞不前 也要为他自己的不愉快和内疚感负责 他拒绝承认他的欺骗行为 并且以慷慨地给梅格提供了一套免租金公寓作为证据 我指出 如果他真的对他慷慨 为什么不以一种不让他等他的方式提供这一切呢 例如 直接给他现金或者把房屋转让给他 几次类似的面质性会谈 最终使他向自己和我承认 他很自私地拒绝让他走 他想要让他等 作为一个备胎 作为抵抗孤独的最后保险 在上面谈到的所有案例中 我给出的建议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鼓励探索的手段 探索家庭系统 探索拖延的意义和好处 以及依赖他人的需要 探索欺骗的性质和后果 通常能够给予帮助的是建议的过程 而不是建议的具体内容 例如 一个像我咨询的医生陷入了令人无能为力的拖延之中 他和医院之间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他不能够完成医疗记录 结果 他的办公室里堆积了几百份小三十的记录 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让他有所行动 我去他的办公室评估任务的大小 我请他带着记录到我的办公室来 对着录音机口述 这样我可以针对他的口述技巧提供建议 我建立了每周口述的计划 我会给他打电话 以确保他按照计划行事 所有这些具体的干预都没有用 但是他毫无疑问被整个过程感动了 也就是我对他的关心超出了治疗师的界限 这对我们的关系是极大的促进 最终推动了治疗工作 使他找到了自己解决积压事物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